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先让你看个影片 如果今天在你的这个工厂或者仓库 有这么一个员工休息的小地方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公司的这个 给你的恩赐恩惠呢 先看一下 I wanted to provide a place that's quiet that people could go and focus on their ment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k the zen booth 对不起 所以他提供一个地方 people can go right 然后还可以增进他们的mental 跟emotional的well-being 我们就算是这个有点像是reaction video 我有在思考是不是以后可以做一些reaction video 所以精神上的心理上的跟情绪上的well-being就是 良好状态 ok 所以好像中文把它翻译成福利福祉之类的 所以增进你的精神上的福祉这样 然后他说这是一个 你看这里有一个字 interactive kiosk 这一个字我们就先打一下 kiosk 他的发音是kiosk kiosk kiosk 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小间的地方 kiosk kiosk 呃 再往回卷一点点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摆饰 你看看这个摆饰 你看这里面 你看这里面 ok 有植物耶 天哪 天哪 他叫他zen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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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kiosk有点像 你知道就是一个小间的东西 像你去一个什么夜店啦 或吃饭的时候那种小包厢式的 那也叫做 booth 那 kiosk 比較像是你去百貨公司的時候 可能他不是有真正的店面 他可能是在中間推著一台車 然後賣太陽眼鏡或之類的 我們也叫那個kiosk 或者是像一個資訊櫃檯有沒有 information desk 那他的狀態也可以成為一個kiosk 所以他也叫information kiosk 所以你看他有個電腦 然後小小間 然後有互動式的interactive kiosk interactive kiosk 你看 就像一間你進去休息 然後他有一些電腦上的程式 你可以去看可以怎樣 然後你看這邊 我們看到右邊寫著牆上寫什麼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做一些 MINDFUL PRACTICE 這個MINDFUL我在這個臉書上 大概上個禮拜曾經有提過一下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做一些 為什麼MINDFUL翻譯成 正念 那 其實MINDFUL是什麼 我稍微解釋一下一下 就是假設我今天有一個疼痛在這邊 好了 可是我就是一個神經大條的人 這裡痛我也不太理他 然後我就說 不管他 可能明天後天休息一下就會好啦之類的 所以就是 I'll tough it out 這樣子 然後我也不去看醫生 然後還是痛 可是我就盡量不理他 照樣 I go about my business everyday 結果 可能 痛到兩個禮拜 兩個月之後 受不了 終於去看醫生了 醫生說 喔你這裡面肩膀 骨頭已經斷了不知道多久了 或之類的 然後現在很難移回去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或者骨頭現在自己長 長歪掉了 誰叫你不來打個石膏 Holy shit怎麼變這樣子 這就是因為我沒有對正視眼有一個Mindful OK 所以Mindful就是你對一件事情是很有感知的 是你知道它的存在的 是一種很acute的一種awareness 這個叫Mindful 但翻譯成正念 我還以為這個正是有正確的正的意思 後來經過一些朋友矯正我才知道說 這個正就是你去正視它 就不把你的注意力移開 你就好好看著這個東西 感知著這個東西 所以要是你有疼痛 你就去好好的真切的感覺這個疼痛 然後去處理它 所以 所以 Be mindful of your surroundings Be mindful of any pains and sufferings you might have on your body 所以這個就叫做Mindful 那好像大家都很推廣這個概念 就是你要去好好正視你的問題 所以 You have to be mindful of your problems 所以總之這個是翻譯成中文叫做正念 而這個正不是正確跟不正確的正 這個正就是 好好的面對它的一種正 好希望你可以理解這個概念 好希望你可以理解這個概念 所以它也常常變成名詞 Mindful or Mindfulness 所以這個也是在西方現在很常提到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要是疲勞啊 你不能說我以為我還不累我就繼續做 然後你就過勞死 所以過勞死就是因為 因為你 You are not mindful of the of the continued build up of fatigue within you 所以你要是沒有去注意到你的內 你的身體裡面慢慢累積出來的這些疲勞 突然間一爆你就腦血管爆掉 Aneurism或之類的 所以 所以 總之就是 原因是你沒有 你沒有成為一個很Mindful的人 你沒有去正視你的疲勞你的問題 然後你沒有去做適當的休息 所以Mindful Mindfulness的概念 反正現在西方跟台灣都非常流行就是了 所以這個 這邊這個房間也就叫做Mindful Practice Room 非常的trendy 非常的hippie 非常的 好 所以 recharge that internal battery 對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 重新recharge 你的內部的電池 你可以在裡面重新充電 OK 好 所以 這邊也就結束了 這哪一家公司呢 那哪一家公司呢 你大概已經知道了 就是亞馬遜 所以亞馬遜這個公司啊 推出了這一種 休息的這個小小的key 啊 OK 然後可以讓你來 recharge你的 battery recharge 你的 他還強調是 你的內在的 recharge你的 internal battery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這些都是一些 這些都是一些 行銷概念的詞啦 反正就是休息的地方就對了嘛 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大家對他的感覺怎麼樣 Is this an idea that is well received 就是我講的這個 well received的意思就是 被大家都很接受 很開心的說 yeah this is good we like it we love it 是這樣嗎 我很想帶一下這邊這個文章的部分 不過我有點泡 好像你講下去會不會拖很長 這個概念實在蠻新的 你看這個報道也不過是五月底的 所以你看就一個人進去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講說 amazon 我install small zen booth 這個zen我剛剛沒特別說 zen是禪 打禪的禪 禪學的禪 所以像為什麼那個 NBA總教練 叫做Phil Jackson 他被稱為禪師 因為他就很喜歡讀這方面的東西 他很喜歡研究順子兵法 所以這個叫做禪包廂 zen booth 所以他的 然後meditation是在那邊做那個冥想 所以meditation是冥想靜坐之類的意思 所以meditate OK 呃 冥想 meditate 所以zen booth meditation kiosks in his warehouse 在他的這個倉庫裡面 裝這個東西 我們一直都知道就是 amazon對他們這個倉庫的員工 事實上是很酷督的 結果工作得非常辛苦 連上廁所都沒時間去啊 或之類的 因為amazon現在就是他強調就是 你送貨就要隔天到 甚至當天到 所以大家都覺得 哇很棒超厲害 當天就可以到 而且大家已經慢慢習慣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amazon幾乎打不到 因為他這個服務 物流服務實在太強了 可是相對來說 就真的是苦讀員工啊 員工很辛苦啊 所以 所以 這邊就他的開頭把這件事情講得很了不起 所以 in what may go down as a defining 2021 moment amazon has unveiled kiosks to help overworked employees distress OK Vice has reported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報導 他在這邊引用 所以 這邊前面這個部分是 所以 在一個 可能是 成為 能夠成為 2021年的 這一個 能夠 決定性的一刻 所以 amazon宣布這一個 zen booth 他認為這是一個 2021年的 能夠下注腳的 決定性的一個 moment 這麼了不起 so in what may go down as 所以這個go down as something 不是真的往下走還是什麼概念 他的意思是 在歷史上 可能會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名稱 名字 像 我來把這個東西舉個例句好了 所以 我們通常講 Michael Jordan 是籃球史上的goat 就是這個 史上最強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所以 我如果寫一個句子的話 就可以說 Michael Jordan 我就寫mj就好了 may go down as the greatest the greatest player of all time 所以這個go down as something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in history 通常這個go down as something 就是在歷史中 所以歷史中成為了什麼東西 這個成為竟然是go down的一個動詞片語 還蠻有趣的 so Michael Jordan may go down as the greatest player of all time in history in the sport of basketball 所以go down as something 所以 這邊再看 what may go down as a defining 2021 moment 所以這可能會成為一個 2020年的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Amazon Unveil就是揭開了 Vail就是那個面紗 Unveil就揭開它 Kiosks 來幫助那些overworked employees 所以就是已經過度過勞的員工們 來de-stress stress是壓力你知道 加一個d在前面 尤其是紓壓其實 OK 所以叫做zen booth it's a tiny mindful practice room 剛剛看過這個詞 小小間的這個東西 about the size of an old school phone booth 它的大小就跟以前老派的電話廳一樣 電話廳希望你還有概念 英國還有留著 英國紅色那一種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old school 就老派 所以它就跟老派的電話廳 大小有點像old school OK 所以在這邊呢 這裡其實打錯字了 在那邊 Worker can practice the company's Amazon program 所以Amazon 他把Amazon變成Amazon 亞馬殘 本來是亞馬遜 亞馬殘 這是那些文字的那種文字遊戲 所以你就可以在裡面去進行你的公司 這個公司裡面的這個特別的program 就是Amazon 亞馬殘 那他 which guides them 他就會引導他們 through mindfulness practices 剛剛講到正念的練習 In individual interactive kiosks 所以在一個一個獨立的互動的一些 kiosk 在他的建築物裡面這樣子 OK 然後下面 也描述一下他有些什麼東西啦 或許我們其實再看一段也就好了 說真的 因為我覺得 這邊都是一些公司裡吹噓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網民怎麼去perceive這件事情 recieve這件事情 so in practice employees sit in a tiny booth equipped with plans pamphlets a fan and a computer that can play employee selected videos 所以在裡面呢 員工就坐在一個小小的booth裡面 那那個booth呢 裝有著什麼東西 所以用了一個equipped with 所以 所以這邊一個 something is equipped with something else OK 所以這個就是裝載著什麼 宅有著什麼 那equipment 是設備嘛 所以裝有什麼設備 so in tiny phone booth equipped with plans 所以裝有了什麼呢 有植物 pamphlet 就小冊子 OK pamphlets 小冊子 你要好好的 在這邊 小呼吸啊 什麼之類 好不要亂扯 還有一個小風扇 a fan 以及有個電腦 那電腦可以來播放一些 員工所選擇的video 所以就在那邊可以看video 身為 As Amazon has touted It was invented by an employee Named Lila Brown 所以 所以這個是 Amazon自己本身就說 這是一個員工發明的東西喔 OK 所以這個 Amazon I wanted to create a space that's quiet that people could go and focus on their ment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所以 然後再創造一個空間 安靜 然後人家可以進去 focus在他們自己的 這個精神跟情緒上的 這個健康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這邊的內容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影片裡講的東西的 基本的 recharging your internal battery 好 OK 我剛剛已經看到 我還是很想再看一段 你知道嗎 因為這邊就開始批評Amazon的這個 糟糕的 處理員工的一些態度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booth arrives at a time arrives at a time when Amazon is coming under fire for its employee quotas and workplace injuries above the industry average 好可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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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Amazon正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所以這個booth呢 來的還真是個即時雨 OK 或許他沒有即時雨的意思 總是說他在這個時候到來了 OK 所以這些booth到來的 到來的時間 正好就是Amazon正在coming under fire 所以這邊一個動詞片語 come under fire 其實也就是被人家盯了滿頭包啦 被大家在那邊急火在攻擊 因為大家就覺得Amazon酷毒員工嘛 so Amazon is coming under fire for what 為了什麼呢 employee quota 所以就是這個員工的那個額度 OK 我想講他的額度 說不定是那一種 就是種族分配的額度或之類的 這不是很肯定 但沒關係 以及他的workplace injury above the industry average 所以他在這個workplace就是職場 OK 所以工作地點的這個受傷啊 是高於的這個產業裡的這個平均 所以大家都是Warehouse的公司 結果你這邊的工商就特別多 所以這個workplace injury 或者怎麼樣 叫occupational occupational occupational hazard這個詞很少看得到 就是公共場所上的一些危險的部分 occupational hazard 所以這裡不會用occupational danger occupational peril 所以這邊多打幾個字給你看喔 peril啦 danger啦 這些都有危險的意思 可是這邊就會選occupational hazard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固定用法 OK 所以你就不會講occupational peril occupational danger 不會occupational hazard 好所以這邊的workplace injury 大概也是一樣 所以工商 所以高於了industry average 好 所以 以及他還有被批評的部分就是 其他的一些議題 It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for issues such as 或是like grueling 10-hour shifts 這個gruel gruel grueling的意思就是 很苦毒的 OK 很辛苦的之類 很grueling的 所以如果一件 一個體驗讓你覺得非常難過難熬之類的 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個grueling experience OK 所以這個字還不是很好發言 gruel gru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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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 這兩個字才會跟他走在一起 好 很苦難的經驗 所以他有10小時的班表 所以10-hour shifts 這我好像是不對啦 因為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班可能都是8小時之類 所以10小時的班 OK 以及還有他就是反對 員工組成 勞 勞 勞什麼東西 工會 所以anti-union intimidation 所以反工會 anti-union intimidate 就是恐嚇 所以他用了一些恐嚇的手段 來去 來去抵制大家 想要組成工會這件事情 所以這都是Amazon 覺得不OK的地方 所以 zen booth Alright 來 然後下面這邊有點取笑他 很像這個 那種活動廁所 Porter Party 好像也蠻對的齁 我不小心點進了Twitter 不管 下面還有 不過我覺得 我們來直接看那個 這邊有一個 好 我們來看這是一個Reddit的帖 所以Reddit就是把剛剛那個報道 直接分來這裡分享 那下面當然就是Reddit的人來討論囉 所以下面是不會有什麼任何的手軟的部分 你看這邊 所以大家都用酸的方式來說 我認為酸就是最好的 就罵沒有用 酸才是最好笑的 而且是比較有用 會留下影響 所以他說 你這樣子也並不人道啊 把人家關在廁所裡 是什麼概念 No這樣沒有用 所以他這邊寫 你看 Crying is permitted As long as it is down quietly Please limit crying to 10 minutes or less OK 所以哭是可以被允許的喔 只要是安靜的哭就好了 然後並且請把你的哭限制在10分鐘內 所以是Amazon 他講一個probably的 大概會是Amazon的policy 有關於這個使用上的policy OK 然後這邊還說 任何 你要哭的話 給你的一些napkin 就餐巾紙 然後你插的話 還要給另外付錢 Extra money 這樣子 然後他們講 第一張的Klinex Klinex就是面紙 所以第一張的Klinex是Courtesy Courtesy就送你的啦 就禮貌啦 OK 所以Courtesy這個字也認識一下 一般翻譯成禮貌 OK 所以送你一個免費的東西 也算是Courtesy 對你有禮貌 The rest will come from your pay At a rate of $1 for the first five And $2 Klinex after that 這樣子 OK 所以剩下的呢 就是會從你的薪水來付 這樣子 Alright sure 然後 所以下面酸的人真的還蠻不少的 喔你知道 這個我有興趣的自己去看 OK 好你看下面有人笑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辦法讓人家上廁所啊 Still no bathroom breaks 因為bathroom break 就是Amazon真的被人家笑了很久的事情 其實我程度上可以想像 它那麼大的一個warehouse 它即便很多廁所 可能也是你要上廁所 可以跑個五分鐘來回 都不一定 但是你今天正在忙一個事情 你無法上廁所 我不會說這是應該的事情 可是我可以理解的是很困難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去上廁所的話 所以我聽說有Amazon的員工 他忍不住了 他就直接在旁邊就方便了 就尿在牆角或之類的 然後這件事情被拿出來 不是笑那個員工 是指責Amazon 這是你的問題 這不是員工的問題 員工忍不住在牆角尿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員工耶 所以你看這邊的笑的也是一樣 Still no bathroom breaks though 因為你這個小小的kiosk 裡面也沒有 也沒有廁所啊 So same thing OK Alright 所以下面的批評真的非常多 你看我這樣scroll下來 你看多少啊 嚇死人 所以這邊是非常好練習英文 學習英文的好地方 我沒有時間帶你走太多 OK 沒有時間帶你走太多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去看 Alright 所以這個連結 我也留在下面的 我的description box裡面 好我們今天講到 大概這裡也夠了 所以其實就介紹個新聞給你看 我們這邊有名詞 其實也蠻不少的 所以這個報導 希望同學可以有興趣的自己去再把它找來看 OK 看一下這個照片 看起來就覺得 我也覺得這很不OK 你讓人家休息 開放的空間 我仍然是覺得比這個小空間還好的 這是我的想法 好 我們講到這裡就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